你可能觉得我是在催流 但是我虽然是在有点催流 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真的 有可能是我的爱情太坎坷了 谈女朋友 坎坷我屁 你不是结婚了吗 结了婚 结了婚 结了婚又没感情有什么用啊 你没感情了 我就不跟他结婚了 不要跟他结婚了 你没感情你跟他结什么婚 结婚的时候有感情嘛 结了婚就没感情了 那你这个左手跟右手 什么意思左手右手 就是你觉得就是左手跟右手一样 玩不了吗 难道 不是的 我觉得你结婚的时候可能太年轻了 还不懂 可能现在你比以前要懂得多了 如果你再结婚的话 可能跟以前都不一样 对吧 是不可以的 因为人嘛 他学着年龄的增长 对吧 你的社会越来越深 那么你懂得就越多了 我就这样疯狂一彩 在陌生里之外内失眠 你说我真的跟你够爱恨罪 才令你的人这样优秀 你不用闹我伤心 早晚你会找到一个喜欢你的人 不是 是我自己不想再跟人一起 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不能相处 如果不合适就早点分开 以后的日子还长了 我说人生的经历总梦想 你又何必介怀心想 一切苦与乐最重都一样 是为你同真添花样 我一路哭 你一路安慰我 你跟他一起多久 为什么要分开 我越说越激动 直到走的时候 你问 小飞可以多点一点吗 我才突然没那么伤心 又不相识再度交心一场 然后又回复正常 四十分钟的关系似梦一样 人生经历总梦想 你又何必介怀心想 现在企业也不好做 大家都不容易和平 有无所谓的 喜酒 有无所谓的